地球现在按下了暂停键 反而让大自然可以喘口气了 根据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最新数据 印度北部的空气品质大幅改善 空污达到了20年来的最低水准 那么美国呢 因为汽车的排碳量减少 空污问题也跟着大大的缓解 鸟叫声悦耳 响亮 像在歌颂大自然变干净了 不只是鸟群 星星也跑出来庆祝 能看到如此美丽的星空 是因为空气变干净了 受到封城影响 许多国家的空气品质都变好了 像是印度首都新德里 过去总是灰蒙蒙一片 空污非常严重 现在可以清楚看到蓝天白云 根据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数据 印度的空气品质大大改善 空污达到20年来的最低值 不只是印度 美国的空污也减缓了 原本空污严重的洛杉矶 一夕之间变成全美最干净的城市 纽约市也因为车流量下滑 一氧化碳排放量锐减 比之前的平均值少了五成以上 NASA的数据也显示 美国东北部的二氧化氮浓度 比去年同期降了三成 另外法国巴黎的空气污染也减少了将近五成 这波疫情反而让人有了机会 解决温室气体的问题 专家说如果只靠疫情期间的封城 是无法跟除空污问题 更担心解封之后 交通量暴增 工厂也复工 空污问题会大反弹 对地球造成更多伤害 灵异期编译